大家好 这边是广东东莞市草饼站 就是我生了这个草饼站 草饼站以前的话叫东莞东站 然后外面的话就改为草饼站了 这个草饼站的话以前是非常热闹的 就是十多二十年前的话我就来过来 这边非常的热闹 广东上很多来来旺旺的那些农民工 因为很多来广东打工的 他就是坐午车的话 他第一站的话就是来到这个 长饼骨折站 你看一下现在的话 这广东非常非常的冷清 说这个广东还是原来的广东 原来广东也是这么大的 以前的话在广东上的话 都坐满了那个农民工 大包小包的 都坐在这广场上等等壶车 你看现在的话 你看一下 很少的 是吧 所以说现在东莞真的是惊非惜比 跟十多二十年前比的话 实在是冷清的太多太多了 很多从内地来的来来东文打工的话 他们坐午车的话 很多都是选择第一站 就是从这个长饼火车站下车嘛 然后又从长饼火车站的话 又坐公交车去 呃 很少的冷的 这边的话 好像这 可以直达香港嘛 你看 香港 人太少了 跟十多年前比的话 简直是 哇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现在的话 你看一下 是吧 都见不到什么城车的 公交车都感觉到少一点 很多了 你看现在公交车上都没什么冷的 你看 空的 以前这个公交车站的话 这个火车站旁边的公交站 它站的话 很多人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慢一点上车的话 连座位都没有要站住的 现在的话 你看一下 公交车见不到几步 也没几个在那边等车的嘛 是吧 等车的也非常非常的少了 这个火车站上广东 中的这个就业港位信息栏的话 你看一张就业广告都没有贴 空的了 都没有贴了 就贴了一张祝福 叫 毛 街坡 店铺 一万多平坡 呃 到对面看一下 那边又写着年杂飞万亩斗则店总的年打飞超重 现在还有人可以太强多 到对面看一下 这个火车站对面的吧 以前这边一家林立自演的 你看现在倒闭掉了 呃 全部店面都 关闭了 这些林立自演的话 以前是属于那个 老乌派建的嘛 是吧 你看这 长平 长平火车站在对面 你看这边 全部店面都倒闭了 这边的你看 啊 啊 以前这边的话很热闹的 因为来找工作的话 找不到工作的话 就会去找这些老乌派建的嘛 就是找一下临时工啊之类的 嗯 现在的话你看 全部几家都关了 你看一下 看一家 这边就有三家 三四家 你看一下 连广告都没有人打了 你看 空着的 这一家的话 也是开了很久了 棋牌的 现在的话 喊在那边开着 三位领域资源公司啊 你看一下 就是老乌派建嘛 倒闭掉了 这边原来的一家银行都关闭掉了 你看一下 平安银行的 是吧 他现在的话都没有了嘛 关了嘛 说明三亿不好嘛 因为打工的越来越少了 你想一下 连银行都经营不下去嘛 就是公路上倒是车子不少吧 是吧 以前这条路的话 上上下下都是那些打工的 背着包提着桶的 你现在的话 你看一下 几乎都看不到 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个 酒店都倒闭掉了 你看一下 楼屹酒店你看 为什么说他倒闭掉了 你看一下 他这血都晃不照周啊 大门紧手啊 你看一下 是吧 这里面的话 以前是一个市场的 你看现在这些酒店 全部都是那个 关门大吉的嘛 是吧 以前这边很热闹的 开一些那个饭店啊 小食店啊 很多农民工来这边吃饭的 还有护车站旁边的 你看现在的话都是 变成停车场的 现在这里面变成停车场的 以前的话 把有那个 宵夜啊 之类的 摊子啊 哎 现在的话 你看变成停车场的 以前这条街道 把小吃的 他生意很好的 因为火车站一下来的话 人家 就要到这边附近吃饭嘛 是吧 嗯 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莞长平后 就站在周围的这个街道上 你看 都看不到几个人了 是吧 更不用说农民工了 以前这个街道上的话 主动的话 很多农民工背着包 背着那种蛇皮带啊 你知道吗 非常便宜的蛇皮带啊 提供筒啊 在这边走来走去 找工作的嘛 现在的话太冷静太冷静了 这东莞曾经的繁荣啊 真的是成为类似的 是吧 呃 像以前那么繁荣的时代的话 应该都都都不会来到了 中国尤其国话说的好 叫做二十年侯东 二十年侯西啊 是吧 二十年之前的话 东莞这个地区的话 对待农民工非常的恶劣的 你知道吗 根本都不把农民工 当人看大 你知道 因为我在东莞 我知道了 二十多年前我就来过东莞 是吧 很悲惨的 这边农民工是吧 你现在的话 没了农民工的话 这个东莞的话 真的是成了一地鸡毛 是吧 你看一下 再成了一地鸡毛 没有农民工的话 你想想想 他们这边神不神异都不好走 是吧 所以说真的是二十年活东 二十年活西 是吧 二十年前的话 他们对待农民工的态度 那么恶劣 那就是我们东莞 特别是质安队 质安 斋 以前东莞满街都是 质安队子要质安 骑着摩托车就像 牛蒙 农民工看到他们的话 简直是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开 你知道吗 真的老鼠看到猫一样开 摩托车 背后的话 搞一个铁灯 很重的 你知道吗 哇 站那邊 你現在都把街道中的很少很少的治安宅 雖然是治安環境改善了 是吧 當時的話人家打工的也 很多人都不願意來東莞了 是吧 一地雞毛啊 這個東莞真的是一地雞毛 現在這路邊的治安廣廳 都是都沒有治安宅了 是吧 連治安宅都沒有了 以前的話在廣廳裡面 隨便都三五個治安宅 站在這個路邊 你知道嗎 對農民工忽視擔當的 農民工這邊過的話 都都都說說 是吧 因為他們 治安宅的話 他們隨時都有潛力 搜查庫押農民工 如果在這邊過的話 他懷疑你做了什麼 他就馬上可以幫你抓起來 是吧 他搜查你的身份證 贊助證 是吧 現在在挖這個你看 空空蕩蕩蕩的 對面那邊也有一個你看 也是以前留下來的 這邊的話在老屋派遣 你看這邊的話 也 也是倒閉掉了 你看沒開了 這一家在挖醫院也沒開了 這家以前是很大型的 現在他把他完全倒閉掉了 一陣爬在店面都是倒閉了 所以說 東莞沒了農民工啊 是吧 連什麼都不是 如果東莞沒有農民工的話 他跟內地的二線三線城市沒什麼區別 甚至還不如內地的三線城市 完全是靠農民工的心內 支撐起來的一個城市 就東莞啊 是吧 東莞的發展就是靠的是農民工的心內 史 小姐 有什麼東西 這裡 這裡 有什麼東西 我會刮徒 從口罩 到口罩 我們 有什麼東西 是 我們